观众们 大家平安 我是永光教会的潘纯敏牧师 欢迎回到《李维记》第24到25章 第24章谈到了两件事 上半段是上帝教导祭师 每天如何打理会幕的灯和供饼 灯台和橙色饼的桌子 都要放在会幕的圣所内 灯台上有七盏灯 从晚上到早上灯都要亮着 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代表了神的同在 这个规范提醒了我们 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电 持续地读圣经 祷告 就好像我们在打理这一盏灯 让我们的心一直都活在温暖和光明当中 而下半段提到的是 有关于亵渎的一个实例 就是有人说出了亵渎上帝的话 而要受惩罚 经文中没有记载这犯错的人的名字 却留下他母亲的名字 这是在提醒 让我们成为父母亲的或是小组长 能够将圣经智慧的真理 分次给弟兄姐妹 也教导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在第25章提到安息年 得救与信仰不但是个人的事 他乃是关乎了土地与万有系统的事 上帝千方百计的要恢复人与神 他那正确对的关系 前面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神非常看重安息日 百姓要将时间分别为圣献给上帝 人要按时休息土地 也要定期的休耕 才会有好收成 所以有了安息日的基本认识 就会更明白这一章的安息年 和第50年的喜年 这真是神给予我们超级的恩典 而安息、喜年、土地、时间都是神的 人类只有管理权 最后都要归还给神 在圣经的时代 无法申请纾困贷款 穷苦的百姓 只能够卖掉为生的产业 或者是卖身为奴 才能够暂时脱离困境 有了神的喜年 穷人可以得回自己的地业 重新开始 东山再起 我们经过生命中的喜年了吗 有了基督 就是神重新让我们拥有神 儿女的身份地位 圣经的好事 没有离我们很远 其实我们已经活在 基督的喜年里了 感谢神 让你我的生命 因着基督充满了喜年的恩宠 我们一起来攻读《立位纪》24到25章 《立位纪》第24章 耶和华小遇摩西 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未点灯导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贵的曼子外 亚伦从晚上到早晨 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 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 你要取细面 烤成十二个饼 每饼用面 依法十分之二 要把饼摆列两行 每行六个 在耶和华面前 精金的桌子上 又要把净乳香 放在每行饼上 作为纪念 就是作为伙计 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 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 这为以色列人 做永远的约 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 他们要在圣处吃 为永远的定力 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迹中 是至圣的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埃及人 一日咸游在以色列人中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亵渎了圣明 并且咒诅 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 他母亲名叫士罗密 是弹之派底伯利的女儿 他们把那人收在间里 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把那咒诅圣明的人带到营外 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 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你要小玉以色列人说 翻咒诅圣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亵渎耶和华明的必被致死 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 他亵渎耶和华明的时候 必被致死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 以命偿命 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 他怎样行 也要照样向他行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 也要照样向他行 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 通归一利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 摩西小遇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那咒诅圣明的人 带到营外 用石头打死 以色列人 就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第二十五章 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第七年 地要守圣安息 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遗落自长的庄稼 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 要给你和你的仆人 婢侣 雇工人 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土产 也要给你的牲畜 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七年 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 共是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 你要大发绞生 这日就是赎罪日 要在遍地发出绞生 第五十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 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西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第五十年 要作为你们的西年 这年不可耕种 地中自长的 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这是西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吃地中自出的土产 这西年 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定业 你若卖什么给林舍 或是从林舍的手中 买什么 彼此不可亏负 你要按西年以后的年数 向林舍买 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 卖给你 年岁若多 要赵树 加添价值 年岁若少 要赵树 减去价值 因为他照收成的树 母卖给你 你们彼此 不可亏负 只要敬畏 你们的神 因为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我的律力 你们要遵行 我的典章 你们要谨守 就可以在那地上 安然居住 地必出土产 你们就要吃饱 在那地上 安然居住 你们若说 这第七年 我们不耕种 也不收藏土产 吃什么呢 我必在第六年 将我所命的福 赐给你们 地变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 你们要耕种 也要吃尘粮 等到第九年 出产收来的时候 你们还吃尘粮 地不可永迈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 是客旅 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 为业的权地 也要准人 将地赎回 你的弟兄 若渐渐穷乏 卖了几分地叶 他致尽的亲属 就要来把 弟兄所卖的赎回 若没有能 给他赎回的 他自己渐渐富足 能够赎回 就要算出 卖地的年数 把余圣年数的价值 还那买主 自己便归回 自己的地叶 倘若不能为自己 得回所卖的 仍要存在 买主的手里 直到西年 到了西年 地叶要出买主的手 自己便归回 自己的地叶 人若卖城内的住宅 卖了以后 一年之内可以赎回 在一整年 必有赎回的权柄 若在一整年之内 不赎回 这城内的房屋 就定准 永归买主 世世代代为业 在西年 也不得出买主的手 但房屋在 吴城墙的村庄里 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 可以赎回 到了西年 都要出买主的手 然而立位人 所得为业的诚意 其中的房屋 立位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立位人 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 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 到了西年 就要出买主的手 因为立位人诚意的房屋 是他们在 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各城 郊野之地不可卖 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你的弟兄 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他 使他与你同住 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可向他多要 只要敬畏你的神 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 不可向他取利 借粮给他 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 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 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你 不可叫他向奴仆服侍你 他要在你那里 像故宫人和寄居的一样 要服侍你直到西年 到了西年 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归回本家 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严严地狭管他 只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的奴仆 婢女 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和他们的家属 在你们地上所生的 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 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 要永远从他们中间 捡出奴仆 只是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人 你们不可严严地狭管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 或是寄居的 若渐渐富足 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那外人 或是寄居的 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 可以将他赎回 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博熟 博熟的儿子 本家的尽知 都可以输他 他自己若渐渐富足 也可以自输 他要和买主计算 从卖自己的那年起 算到西年 所卖的价值 照着年数多少 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 就要按着年数 从买价中 偿还他的暑价 若到西年 只缺少几年 就要按着年数 和买主计算 偿还他的暑价 他和买主同住 要向每年雇的工人 买主不可严严地 侠管他 他若不这样背熟 到了西年 要和他的儿女 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 都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我认识的计划 我认识的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